由全球速食业龙头麦当劳冠名赞助的东森新人王歌唱大赛 北加州歌唱好手的完整比赛过程 8月1号周六晚间将在东森的各频道播出 最后晋级的三位选手有哪些过人之处 面对未来他们该如何备战总决赛呢 马上来听听看五位评审的建议 说起北加州新人王歌唱大赛 年年高手如云一点都不假 以入围的网路选手为例 年仅14岁的Sarah一上场便积压全场 而33岁的Rossi更是技高一筹 不论歌唱技巧与舞台走位全都经验丰富 不过想拼新人王晋级可没那么简单 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歌唱技巧 在多位专业评审的眼中风险相当高 他第二首歌整个的赏字已经哑了 我们不会很鼓励这样的方式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给他入围了 可能代表说你这样是对的 所以我们会期望说 他能够从今天失败的经验当中 去好好的再去重新的去学习 正确的这个唱歌或发声的方式 东京希望最大的那个 还有一个宗旨就是说 这个选出来这位歌手将来 是不是还有可以进步空间 可别再塑造 那这一点是挺重要的啦 而不让网路好手专美于前 长相甜美的歌手陈颖 在快歌阶段大爆发 不只挑战歌神张学友的头发乱了 舞台上更努力展现自己的所有才华 不过一样逃不出评审的锐利眼光 比赛结果一公布 马上给出中肯建议 老实讲陈颖的表现 今天已经算不错了 他能再进步多少 我不知道也许我是错的 给他创造一些这个经验的话 我想他成功的话 我想我会觉得比较开心 因为你如果选一个 他本来就唱得很好 或者是什么 但是他的外形上面的话 比较没有远景的 就是塑造远景的话 我会觉得好像 好像对一个从事演艺 将来要从事演艺路上来讲 总是会扣分很多 希望我的选择是对的 至于在漫歌部分 不小心失常的宋云桥 最后靠什么后发先制 评审彭佳荣强调 独特的音质与进步潜力 不容小看 我在总统是说 我可以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内 可以给他 他的可塑形打不打 如果我觉得有 那个本职在那边 修饰琢磨好之后 我觉得他会更棒 我希望他可以做到这一点 精彩的新人王 旧金山区决赛 8月1日晚间起 将在东森各频道首播 观众除了准时锁定外 还有洛杉矶赛区 第一阶段的人气王 手机与网络投票 将在8月3日展开 欢迎观众 踊跃上东森美洲台官网 支持心目中最优秀的 新人王冠军 东西文团队 在洛杉矶的采访发达